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呂捷 歡迎收看今天的 旅士戰狗 BATTLE 你知道我們說 十一之巡娛樂 買房是很重要的人生課題 但是你到底是買房還是買公社 花了那麼多錢買了個寂寞嗎 你知道台灣房子的公社比 似乎真的是高了一點 所以我們說政府現在正在推 所謂的食品制或者是去虛貧化的政策 那到底食品制是不是我們在買房子 真的有比較便宜呢 我們今天就來BATTLE一下 那首先歡迎我們今天的與會來賓 第一位房產專家 十位 大家好 第二位房市達人徐嘉欣 嗨 大家好 第三位地產秘密客Tim 嗨 大家好 那我們今天也要跟大家聊聊 到底有沒有能力真的去虛貧化 而去虛貧化之後房價真的會 CP值比較高嗎 來 我們先來搞懂一下 就是什麼叫做公社比 事實上我問過很多人 其實公社比有時候跟你 建商給你多少設施 並沒有絕對的關係 他給你東西是送的 大部分公社比大概都是在防火箱 走廊 樓梯 逃生空間 那真的是這樣子嗎 來 我們來看一下 台北市在2022年推出來的新建案 平均的公社比達35.9% 什麼意思 也就是說你真的住到了坪數 假設你一坪是買100萬 實際上你為了住那一坪 你可能是已經花了150萬以上 再來公社比要改革 怎麼改革 避免車道被灌到大樓的公社 要檢討這個免計容積的項目 所以政府希望將公社比壓到25% 真的有這樣子可能性 真的有這樣的機會嗎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公部門 公部門怎麼說 好幾台的跑步機放在大樓內的健身房 這裡是台中某大樓住宅內的公社 內政部近期嚴禮改革虛頻 計劃將公社比從現行的35% 降低到25%至30% 民眾看似接受程度高 但如果政策真的推出 恐怕不只是簡單的數字問題 以同樣總價1000萬的預算來看 在房屋市場上 10坪約21.7坪的住宅 公社比35% 公社面積推估約11.7坪 整個權狀面積約33.3坪 每坪售價約30萬元 但若公社比縮減到25% 公社面積下降到7.2坪 整體權狀面積約28.9坪 但相同預算總坪數卻降低 每坪價格反而高出15.33% 因為它的坪數越小 它的單坪價就會越高 這第一個 再來就是說 銀行端15坪以下是不帶寬的 那它如果說本來是 結合公社有在15坪以上 它貸款不會受限 但是它如果說 把公社扣掉10坪至以後 變成在11坪 貸款成數會因為這樣子受限很多 政府規劃降低公社比 雖然可能讓公社面積趨於合理 但相對提高的 恐怕還是單坪數的價格 對民眾來說 荷包恐怕還是省不了 很多人其實看到公社比是很頭痛的一件事情 所以有很多人他們開始往老公寓 三四十年甚至五十年的老公寓 我曾經看過有那種老公寓 它公社比只有9% 所以我看到很多老公寓大概在40年到50年左右 它大概公社比的是9%到17%左右 甚至我也看過零公社的 所以這樣不是比較好嗎 老公寓第一它比較便宜 第二我花一樣的錢 我買到一樣的 我買到更大的空間 而且頂多我花個錢 老屋翻新拉皮一下 管線重拉就搞定了 公社比這種東西其實就是建商的良心 跟你開始講說什麼設施多管 真的沒關係 就只有建商的良心 良心好就公社比低一點 良心高 良心沒有了就是35%45%這樣 所以目前台北市你說平均35.9% 其實就是沒有良心的結果 而且是跟上流行 也就是說今天我推一個建案 35%公社比我賣完了 許家興推個建案可能要挑戰36% 然後接著37% 38%都賣完了 所以公社比就要拉上去了 跟今天有什麼設施樓梯什麼 完全沒關係 我們舉個例子 我家13年的中古屋 什麼都有 有游泳池有KTV 有什麼健身房還有兒童遊戲室 除了火葬場以外都給你了 對什麼都有這樣子 好 我們家公社比26% 好 我再舉個例子 地保 地保游泳池夠大了吧 它什麼各大的交易廳 什麼超氣派什麼都有 地保界公社比是29% 真的假的 當年呢 因為地保它的公社真的很多 它一樓全部都是公共設施 可能有上千品之類的 所以29%大家覺得 豪宅嘛 我們剩一般宅嘛 明宅26%就好了 豪宅29% 現在呢 什麼都沒有的建案 標準是35%起跳 為什麼35% 因為流行 因為隔壁推35% 我也要推35% 所以如果說你今天為了要審供設施樓 其實你往10年以上的中古屋 那一定是划算 那還有一個 20年以上的中古屋 10年大概就是35% 25%左右 10年左右是25%左右 20年大概就是20%左右 因為那個年代呢 大概就20%差不多了 你說有一些小小設置 或是有一些保留 或是什麼拓出去 總之呢 當年的流行就是這個數字 那你說怎麼差這麼多呢 你知道嗎 以前呢 還有人曾經因為公社比佔用了什麼車道 多A了一些車道面積公社比拉高 還被罰錢的 你要買什麼 就是要看你到底要什麼來決定 如果你今天真的忍 就覺得說中古屋這沒有關係的話 那你買中古屋真的划算很多 我們問一下嘉欣 中古屋公社比比較低 會不會比較好賣 確實像呂杰老師你講的沒有錯 中古屋大家聽到 那個29%覺得很棒 買 所以因為他 我這樣想 如果我自己如果要買房子的話 我覺得最棒的就是屋領會是落在921之後 它是建造 因為那個建築法規通通改過了 對我就是921之後 然後呢 可能就是在比如說這個10年前 我們現在如果10年回來 今年2023嗎 我們就回推回去 2013 2013年前後 這樣子的房子 其實公社比就會大概落在 Sway剛剛講的這種 我們說是大概20幾% 30%上下 可是那個時候 因為我大概是2012年開始看房子 然後那時候我看到了新疆 在高雄 看到新疆大概都是34-35% 我還看過一間最誇張的公社比43% 它會跟幾個東西有關係 一個是說基地跟戶數 假設如果說你今天去買一個房子 然後這個房子它基地同樣是 假設500坪好了 好那你500坪的基地跟100坪的基地 比較起來 那如果戶數都差不多 其實100坪的那個壓力會比較大 它公社比會比較高 因為我就是梯間什麼等等的一類 所以我們基地 那個都要氣派 對啊 所以你就知道 我們這種基地 如果戶數很多 基地又很小 你很容易就會發生那種 基地就是公社比很高 因為我想個最簡單的邏輯 我今天一層十戶 你樓梯是不是比人家長 你那個走道是別下場 走道 你攤下去你當然公社比比較高 所以這個事情是一個 就是說我們公社比高 第二個事情是 實惠剛剛講的 因為有一些建商所謂叫做 一頭牛扒兩層皮的概念是說 我們裡面下面停車位 那停車位有些人可能 他沒買停車位 但是他沒有買 他還是得供攤 他要供攤那個車道 然後另外有一些東西 他在地下室 比如說基電 他在地下室 地下室 大家均攤供基電我覺得沒問題 我沒買車位 我為什麼要均攤車道 這個就會有一些 所謂叫做一頭牛扒 兩層皮的這個問題 是 但是我們來問一下Tim Tim你是秘密客 你到處看房子 你覺得新城屋 跟所謂我們說中古屋 它的公社比差那麼多 你覺得它那個比較下來 你感覺怎麼樣 我自己覺得 就是老公寓跟新屋派 一定會有各自喜歡的人 當然 老公寓其實它的優點 當然就是它的房價會比區域 可能新城屋大概便宜7折 是 另外就是它實實在在的坪數 你會覺得就是你買到多少坪 就是用多少 其實新大樓它也有優點 優點就是因為現在大家其實 可能開始會想要換電動車 沒錯 因為現在新的監案法規上面 他們必須要規定要預留 這是電動車的充電線槽 像我自己住的是十幾年的老社區 中古社區 所以現在我們其實社區有住戶 是想要爭取看能不能安裝 充電車系統 可是官員會就是沒有罷過 所以就是也會有這樣子的問題 新城屋的缺點當然就是 剛剛嘉欣這邊有講 就是室內坪數 如果像我們常看到有兩房 20坪圈狀 那你在扣掉公社比的話 其實基本上室內是很難用的 沒錯 再加上其實現在台北市很多的都更為老 大部分的基地上面都會有 就是原地主 那如果地主戶佔比多的社區 其實也會有一些問題點 什麼問題 像我朋友他們是住在 就是社區的地主戶 大概有超過五成的 那每一次開館委會就非常的精彩 因為地主戶就是想要省錢 以前是住在舊公寓 他們覺得不用管理費 然後社區也不用開燈 甚至有很多支出都不需要 那他們也覺得說 以前我們可以堆雜物 為什麼現在不能堆雜物 所以導致說他們管委會 是被地主會給把持的 所以其實都有優缺點 就看自己怎麼選擇 那不過話說回來 我們說台北居大不易 但不只台北居大不易 現在不管物價或者是土地 我們說成本都在上漲 要買房子真的很難 但是你能想像嗎 北台灣700萬可以買到房子 來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北台灣尤其是台北 興起了所謂的鳥籠宅 什麼意思 公設比很高 算合理嗎 但我們來看一下 在台北今年有326個建案 它的基地是在百坪以下 你不要看到百坪建案 你覺得很大 不是你家百坪 是它整個基地就只有百坪 台北它有30% 然後桃園佔了27% 新竹佔了22.5% 但是最有趣的 桃園觀音它出現一個 台灣目前最迷你的建案 它只有25.1坪 那台北的士林有一個25.71坪 但是公設比大概都在33.6% 甚至到將近50%的公設比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這麼小的房子 它到底長什麼樣子 位於景美西附近 台北市文山區的新建案 基地面積35.39坪 主打兩旁格局 因為全台房價居高不下 像這樣子不到百坪基地面積的 迷你基地蜂巢 正在席卷房市 記者後方這棟位於台北市大安區的建案 基地面積大約35坪 但是公設比將近50% 換算下來實際坪數不到20坪 是不太合理啦 我覺得 它裡面的使用空間很小 一坪100多 你實際上可以用的 它最大的坪數也是 就是個小 其實就是套房而已 根據統計 近三年北台灣326個 100坪以下的建案銷售 只佔了整體約8.7% 這也導致北台灣 迷你基地建案的數量持續增加 其中台北市最多佔了30% 第二名桃園市27.6% 雖然迷你基地總價較低 但公設比相對高 居住空間狹小 卻成了一大問題 這些小基地的建案 通常都會面對到公設比 相對比較高的問題 那公設比高 除了室內使用面積 比較小之外 那另外也可以發現到 在實際上面的運用而言的話 可能也會比較需要一些 魔術靈活的空間 衝北的迷你基地住宅建案 基地面積從小到大 最小的是台北市林的金星斐力 只有25.71坪 再來則是新北新莊的木之森26坪 智寶360PLUS27坪 通通不到30坪 但部分建案公設比甚至超過40% 儘管迷你建案 戶數少 坪數單一 不過每戶續分攤較多的公共設施面積 未來出現公設比超過50%的戶型 恐怕也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 小房子的成家夢 那在圓夢的過程當中 會有很多奇怪的問題衍生 其中最重要的是什麼 你可能貸款貸不過 嘉馨 這樣買這麼小基地 這麼小坪數的房子 你們有時候在跟客戶溝通 會出現很多奇怪的問題嗎 對 其實第一個的話 就是說他們可能問幾件事 一般的客戶 如果他真的要買 他會問貸款下不下得來 現在大家比較有經驗 因為一般銀行大概就是15坪 15坪的話 你應該送就沒有什麼問題 你如果說有一些銀行 可以開到12坪 如果說太小 真的就有可能會 會沒有辦法貸款下來 那個差別就會差在 你的自備款要比較多 另外還有的話 就是說有一些買房的人 他們會想要問說 那我今天這個小的時候 這麼小的話 我的公設筆 然後我一個月管理費多少錢 然後我的鄰居的狀況怎麼樣 我前一陣子剛好有一個朋友 他買那個大樓超妙的 只有10戶 然後 大樓只有10戶 對 他整棟只有10戶 然後整棟只有10戶的時候 他住了幾年 他最直接的問題是說 他發現他們的管理基金不大夠了 然後就只剩下40幾萬 他問我說 你覺得我現在怎麼辦 我說你要不要考慮把房子賣掉 因為他們的其他的住戶應該不會再加錢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你是 等一下 管理費是大家一起講 什麼叫做不會再加錢 因為這樣說好了 我今天可能我本來一坪100塊 對 結果因為我之後維修電 維修電梯幹嘛 我費用增加了 那我費用增加的時候 我本來因為房子舊 本來他容易要修的東西就多 沒錯 那我以前扣的少 可是我隨著我房子越來越舊 我是不是扣的東西越來越多 那我扣的東西越來越多 我管理基金就這樣 就一筆 然後我也沒有辦法幹嘛 所以他就會越來越少 像我現在自己住的社區 之前是從55調到60塊 也真的也就是大概喬了很久 其實我們那棟大樓也在討論這個問題 我的態度是很開放 因為萬物起漲 基本公司也在調整 可能多調個5塊10塊 這很正常 但是管委會每次開會 都是吵到不可開交 是啊 所以大家就是可能會為了 大家就為了這個管理費的部分 會有一些爭執 然後再加上就是說 你實戶的大樓其實最現實的 你有沒有辦法請管理員 應該沒有 應該 對 他沒有辦法請管理員 所以他變成說 縱使管理員大概就是一班 早上那一班 對 所以他這個狀況就會變成是說 他住到後來 越來越覺得不大對勁 因為房子很舒服沒有錯 可是他的管理會是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是 所以我們剛剛像 剛剛李卓老師提到 就是我的坪數小 或者是我戶數比較少的社區 它最直接的衝擊就是這個 可是因為你看我們那種所謂的這個 這個鳥籠宅 它基地可能就只有25坪 只有30坪 那蓋出來 不錯啊 其實你可以一層一戶啊 那個梯間的空間 你要怎麼用也不會有隔壁投訴嘛 然後整個這個電梯出來就是我家 所以這樣不好嗎 大同區呢 有一個很妙的房子 它一共只有四戶 只有四戶 對 比你朋友的還少 對 一樓電梯什麼基電空間 2345樓這樣子 就四戶一台電梯這樣 然後它更妙的是 當然是一層一戶嘛 好我們不要講公司 比3040 40 50這種問題 它的廁所在電梯旁邊 也就是說你的大門在另外一邊 你要回家往這邊走 結果你的廁所在這邊 什麼意思 一層一戶我走進去 我家裡面就有廁所啊 所以嘛電梯出來就你家嘛 對啊 然後因為它免激容積的關係 就把廁所設計在這邊 所以外面多做一個廁所 多一個廁所 免激容積嘛 鍵上的技巧嘛 對不對 你不要以為你家沒有免激容積 反正總之介紹很多 深出的地方這樣 好啊你要買嗎 就是你上廁所 大家電梯走來走去對不對 別人家可以到樓下見你家廁所 一層一戶嘛 那你說可以鎖電梯解決 對不對 所以他把廁所 做成像公共廁所的概念 做在家外面 所以嘛 你說你一層一戶 當成都是我的世界 你看王力宏他們家也是一層一戶 所以他鐵櫃可以擺門外 造成那種消防逃生的危險這樣 可是你要買嘛 所以我會建議你啦 不要買這種房子 因為這畢竟一看就知道是那種 為了都更地主為了A錢 為了多賺錢 沒有A錢 為了多賺錢 然後為了把土地變現 弄出了畸形的房子 是 感覺好住其實是非常的難住 那你以後要轉租 變成閒的鑰匙 你說公司的比40以上 你要不要買 閒的鑰匙你幹嘛買 對不對 所以沒有人要去買你的房子 你說縱使一層一戶多了那個樓梯 外面的可以幹嘛 放鞋子而已 放鞋子很重要嗎 你不就是放鞋子 所以沒有人要去買 一層一層一層就不要碰 那當然是說 如果你真的真的很想要 買這種房子 我會有一個家 對 那你要找格局要正常 是 小房 小土地 小基地 那種格局很多都是不正常 除了我講說那種廁所在外面 那種狹長型的 前後才有開窗 然後跟隧道一樣 你家是個隧道 喂 這麼笨啊 他就一個口這樣 船回來那種 很長很長 你老婆還要坐計程車過來吃 對 差不多 像六個兵才到 那種格局太奇怪 也不要碰 你只能買 看起來這種正正常常 兩面採光 三面採光這種 如果你真的想買的話 格局還是比較重要 我有看過三角形的 三角形 三角形基地 它蓋出來三角形 你明明就是去金字的 對 但它三角形的 其實這種格局 像剛剛史未講 那個格局有問題的 你會有一個比較直接的影響 是 你家具沒有辦法買現成 你知道 借物會說 三角形沒問題 我幫你做裝潢 隔起來就變正方形 三角形要兩面採光 對 折隔起來就正方形 但是這些都是那種 賣房子的說 你沒打他嗎 你在幫我上數學課嗎 差不多 對 三角形切一邊 我們就正方形嗎 床可以放得下去啊 對不對 上面還有保鮮 放個蘋果都不會爛對不對 我說實在話 我在台北 我真的也去看過那種 小基地面積 它基地面積 沒有小程這樣子的 它基地面積 我記得是八十幾坪 然後他們真的就請 一般公務員 而且因為它 基地面積應該是不夠大的關係 所以它樓層只蓋到七樓 在內湖 而且離捲站很近 其實地點算不錯 旁邊就是傳統市場 也很方便 應該是建築線沒有辦法請 或是說容積沒有移進去 這個我是不太清楚 反正我們就是買房子嘛 就去看 其實它格局不錯 一層一戶 格局不錯 全壯大概有八十幾坪 而且它格局是採螃蟹屋 就是客廳什麼都在中間 然後左右兩邊是房間 那後來為什麼我們沒有買呢 因為就是它可能基地面積不夠大的關係 那個地下室的那個車道有夠難走 而且它我去看的時候 它就剩一個停車格 那個停車格就在牆壁 就是牆壁旁邊的 烤罩位 對 你車子根本進不去 對 你車子根本進不去 就是你的車子 除非你就是開那種4米以下的小車 要不然你只要車子大概5米 4米半5米 你根本就進不去 所以最後我放棄了 但是我們說這個Team 你應該也看了很多很多這種類似 所謂的鳥籠宅小基地的 那你在看那些小基地的時候 你有沒有發現它有什麼問題 或者你覺得我覺得它很好啊 我覺得我看過蠻多奇葩的建案 剛剛Sway有講那種狭長型的基地 尤其是在市中心 旁邊都是老舊房子 基本上採光就受限 再來狭長型的基地 它就是只有做條件做單面採光 我曾經看過一個案子非常特別 一進去就是一個窄窄的走道 然後旁邊就是廚房 進來他說 我們有做一個陽台 我們陽台是有開窗的 其實對我們台北人來說 陽台開窗是很正常的 可是它陽台開窗 竟然是開在廁所 陽台開窗開在廁所 看出去是廁所 所以它也說它有開窗 就很妙 它的格局就很妙 然後再來就進到客廳 然後外面才是主臥室 所以狭長型的房子 它在設計上面 就會有一些缺陷 然後另外 因為狭長型的房子 再加上它本身基地規模不夠大 就只能做像是這種機械式的車位 那機械式的車位 很多人就會想說 沒關係 機械式車位OK 可是你要考慮到 其實上下班時間 如果你上下班 你還要等機械出車的時間 這個要特別注意 然後再來就是維修費 維修費其實也是一個考慮的點 像這種小型的社區 第一個維修管理費又貴 然後未來又要再維修這個車子的 這種機械式的這個部分 也要特別留意 那我們這麼說 其實OK 有人說房子是人生最後的尊嚴 其實我說也是房子 但是它是英宅 英宅是你人生最後的尊嚴 但是我們這麼講 因為我們好不容易努力 一輩子終於買了一間房子 但是你知道建商 每一間建商的品質不一樣 有些房子它是保證的 保證什麼 保證漏水 你可能住進去第一年就漏水 第三年漏水 我裝潢都裝潢好了 你現在給我搞漏水 我裝潢要聽 我要找什麼 我哭訴無門 所以我們常看到那種新聞 大樓外面這個住戶就掛布條 有沒有 黑心建商還我錢什麼的 好啦 那我們這麼說 就是說如果說 我們真的已經買房子了 那沒有辦法 可是我們在看房子 我很喜歡的時候 有沒有辦法看出這間房子 到底有什麼問題 它可能房子不夠正 不夠傾斜或者是 它的建築的工法有問題 史惟 建商很重要 有些建商它就會蓋出漏水宅 100間房子 100間就是會漏水 雖然那個業務都說 沒有啦 那個是史惟毀謊我們的 我們只有一間漏而已 真的有業務這樣跟我講 我就是看那個建案 我說可是 那個我聽名嘴說 那個你們這個 名嘴都亂講 你不要聽他亂講 對 他手上很多房子 他保自備的 對 都會漏水 你一定看史惟的節目對不對 我跟你講 呂老師你不要相信他 你相信他 你到現在買不到房子 你跟他說 你買不買 他就說 我會買但我不住這樣 所以說 那些建商會漏水 這一定會漏水 是 然後會弄死人 就一定會弄死人 就是公安意外的人 過程死在裡面 你們家每一棟 都會變成人家的墳墓 這樣子 這些建商都是知名的 而且都是一系列操作下來 所以你千萬不要想說 我八字比較重 感覺那個小姐看起來比較漂亮 感覺這房子好像沒問題 買下去應該是不錯吧 是 千萬不要鐵齒 它會漏水 就絕對會漏水 所以這種建商你先篩選掉 再來 如果你先看城屋的話 有一些不能買的 我教你怎麼篩選 比如說牆壁有裂縫 裂到硬幣可以塞進去 不要買 那叫圍樓 我跟你講圍樓 基態大致旁邊那一堆公寓 台北市政府說可以住 因為它已經裂開來了 是 李四川副市長說沒關係的 結構可以了 可以住了 所以這些能夠塞進去的結構 已經有問題 如果不相信 就會像旁邊那個公寓一樣 砰的不見了這樣 是 所以只要裂開就不要去 然後彈珠會滾的就不要住 因為會滾代表基地傾斜 是 那傾斜你說補嗎 補不起來 你房子等於只有拆掉重鍊了 然後還有什麼 大門卡卡 大門卡卡 開門的時候 有些房眾會說 沒關係我給你喬一下 風古屋嘛 門子還沒有壞掉嘛 沒有加油 大門卡卡 表示你家結構已經有問題 你已經歪掉了 可是銷售人會說它只是缺乏上 然後它開始 你就買房子 然後還有呢 就是那個 如果你進了這個房子 你帶貓帶狗 會叫的 有人會帶狗帶貓去看房子 或是看那個房子 狗對著 或是貓對著空氣某個點 那邊 或是那邊 這樣子 那房子一定有東西 你已經進入玄學了 不是說真的 不是說真的 俗話講嘛 千金買房 萬金買鈴 尤其說現在你說 我就是我想要獨棟獨戶 我不要人家吵 那我都跟他講 你最吵 你要不要放到山林溪看看 OK 就是我們可以到深山原理 然後你就可以把裡面經營成禪寺 OK 那我們在市區其實 高雄前陣子有一個非常令人痛心的安子 就是他覺得樓上太吵 然後就下來 就是發生了一個命案這樣子 那我們說千金買房 萬金買鈴 隔壁鄰居住實在很重要啊 所以我們說Tim 你們在當秘密客 你們怎麼觀察隔壁的鄰居 現在大家住大樓 講去哪一天 我們家那個公社那個大廳 我多久沒走了 我車子回來開始就到地下室 然後坐了電梯就回到家裡了 他怎麼去看鄰居好不好 我會用幾個方法 第一個是跟管理委員會的 管委會的人拿交道 如果真的找不到這樣的人的話 你就是看社區的電梯裡面 就會藏一些貓膩 我曾經看過一個社區 它裡面一進去 看到它一個社區的公告 上面就寫著 請住戶不要吸毒 蛤 叫什麼公告 就是裡面有住戶 會不會是警政署貼的 裡面有住戶在吸毒 對 然後那個味道已經傳出來了 然後就是代表說 這個社區其實裡面有很多的 不好的 對 人在這個 會影響到你的負責 而且還沒辦法抓 因為那種入二級主品沒得抓 對 而且以前就是老房子 沒有那種什麼單層排氣 所以隔壁在吸麻 或是在那邊炒菜 你隔壁就會聞得到這樣子 所以其實我覺得第一個就是 你要先去電梯裡面看 有沒有些貓膩 再來就是跟管理員 就是請他喝個飲料 然後跟他聊一下這樣子 然後接著呢 我自己是不會考慮單層太多 或譬如說二三十戶的那一種 單層二三十戶 有 學生宿舍吧 有 真的有 現在很多居然都有 單層二三十戶 有一堆 很多 新竹最多是五十二戶 一層 很多 那它一層有八部電梯嗎 飯店式管理 對 它飯店式管理 對 那單層很多戶 又是住商混合就會有麻煩 第一個就是你管理商 會比較稱之不齊 然後租客又多 所以基本上這樣子 你就很難管理你的素質 所以這個我覺得要特別留意 對 當然其實我們說買房子 真的是終身大事 或許很多人一輩子 他就只買這麼一間房子 但是如果你買房子的時候 透過仲介 或者是透過台語說中人 那更難聽你這樣砍膠 或者我們叫做補洛家 然後前被騙走了怎麼辦 真的有這樣的案例嗎 我們休息一下進廣告 馬上回來 买房的诈骗 无所不在 我们这么说 其实买房诈骗 最常遇到的是什么 所谓黑牌的黑心中间 当然台湾其实法规有规定 你要当房仲 其实要考证照的 要考很多所谓的法规 我们说买房七大壁雷区 我们看一下 中间人的横行 房产中间人 网络交账零元买房 其实零元买房 以前是有的 真的是有办法零元买房 或者说十万就可以买到一间房 但是现在最可怕其实是这个 纠团买房 然后再来骗握玄金 号称人脉很广 我跟你讲 那个老板昨天才跟我一起吃饭 这么多的这些所谓的问题 前阵子在我们说 台湾的科学院区新竹那边 就发现了 有一个号称是中人 我跟你讲我帮你买 我帮你买预售屋 我来买一瓶多少个三万 少个四万 所以你看如果你要买50瓶 省下来就是两三百万的事情 因为预售屋 它不能马上交屋 所以你就固定的付那些工程款 一期款 二期款 三期款 要交屋的时候 那个人跑掉了 我们来看一下 以下这次报道 高楼大厦被俯瞰林蔭的公园围绕 新竹房市一向火热 前阵子甚至还出现排队看房 不过现在却传出有房仲 伪装中人 诈骗竹科工程师 因为有熟人介绍 受害人西先生亲信房仲 当时他说有热门建案的建商保留户 但是要付60万给中人 之后又用开工 要付200多万个部分工程款 加上车位 加起来至少破了千万 后来才发现 原来黄信房仲 连合约大小张都是假的 受害人全台至少超过10人 吸金至少4000万 发生在新竹所特有的一个中人现象 消费者买预售屋 还要付这个入场费给中人 才能进到这个预售屋里面买房子 对此房产专家陆大陆近平也不忍了 直接跳出来点名他的徒弟 翁姓男子竟是扮演操盘手 黄信男子扮演车手 利用预售屋看房 工程款等手法来诈骗 涉及的预售建案 骗及新竹县市 实际询问被指控的黄信房仲 他低调不愿多说 但中人文化为何容易偏到人 被害人说 因为在网上找房 转约物件都很差 而且必须一次支付 好几百万的现金 如果朋友认识中人 能用60万订金买到第一手 身边也有人这样买房 目前不少被害人 已经成立了自救会 更公布这两名房仲的照片 近期也打算到调查局去提告 其实我们说买房最重要 在签约的那里刹那 那你要交付所谓的头期款 或者是定金或者是斡旋金 那其实我说实在 我当时买房子要交付的时候 我也怕怕的 毕竟这么大的一笔钱 所以我在当下我做了一个 也不能说小动作 我是直接把手机打开 然后按录音 然后我就放在桌上 来我们把事情谈清楚 然后签约 所以你自己在房地产这方面那么久 你觉得签约的时候有什么猫腻 我们值得大家观众要注意的 合约书这么后 他就说来 吕先生这三个你签名一下就好了 你说我想看一下 所以他的问题是好色的问题 不是 他就让你不要看任何的文字 所以我很多网友跟我投诉说 他买了一个房子 里面也写说 这个房子以后会漏水 但是你不能够跟他讲说 你不能够请求任何赔偿 他也签名 为什么要签名 我说那个字这么大 写得这么多 这么粗 哪里还签名 不知道啊 小姐叫我这边签签签签 我就签了 然后就喝着咖啡 就想说 今天就买了一几个房子这样子 就觉得很爽这样子 我还可以打卡说 我今天买一间房子 结果你还是被骗 那为什么合约书就要骗你 因为所有的权利义务 都在合约书里面 所以如果你真的 没有把合约书带回去看的话 你就是猪头 如果你今天看了一间房子很漂亮 你就当场签约 你就是猪头 你就是好色鬼 可是你知道那个房仲 给我们的 我们房屋交易那个合约 都是自私化的合约 没有 都不是自私化的 他会讲说 自私化都一样 我们不会骗你 公司这么大 我穿绿色衣服 怎么骗你呢 这么多签 你不要这样 房仲比较 说实话 房仲已经用内政部版 来做签约了 可是建商没有一个造合约 现在规定说 建商的预售合约要送审 对不对 那他就送A本这样给政府 然后给你用B本来签约 所以你不要相信 他们讲的话说 什么都是什么公版 不能改 是 他不会让你改 但是你最好每个字都看清楚 如果他不让你改 就不要跟他买 合约书是这样 然后你也不要贪快说 因为有一些专业的房仲 会让你看房子签约到12点 凌晨1点 凌晨2点 什么什么 看起来 耗到你快睡着为止 看了房子 到晚上8 9点 觉得可以了 跟你签约9点 或是屋主见面谈 晚上屋主才回家 就跟屋主见面谈 搞到12点 你累不累 明天要上班 是 好了 签一签 这边可以签一下 他就逼你累到 马上签约 然后你就忘记 然后耗到你没耐性 对 耗到你忘记 刚刚买了什么东西 我先讲几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的话 就是说政府确实是有审 我想台北市好了 台北市的审法是 他们现在就是一本一本的审 也必须说台北市案子比较少 一本审完之后 它是挂在台北市的网站上面 所以如果说你就是 今天去看了一个台北市案子 然后你就是把这个合约下载下来 或你在线上跟他对 看他拿来的跟你这个 就是去送审的一不一样 这是第一个 因为我们现在内政部版的 预售屋契约 它本身就有这个部分 那你如果没有就去检举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别人的契约 我们可以看到别人的契约 可以看到别人的契约 但是可能跟你手上的不一样 对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部分 就是说在契约这件事情上面 然后第二个部分是说 如果说你今天我们 除了契约这件事情之外 它后面还会有一个 比如说我们这样讲 就是你最后点交的时候 你会有一个点交的尾款 你不要随便签名 因为有些人他没有修好 他就说我们先签 我们那个就你先签 部分点交 部分点交 我们会进行保顾 我那时候有遇到过 你就是 你就是这种人 但是我就是赶着要 赶着要 我们先借你装潢 因为你一般借屋装修 所谓借屋装修 或者是部分点交 比较现实的是说 如果业者不负责任的话 他真的以后在修缮上面 确实就比较不会 那么样子的周到 然后再来的话 就是说你在契约的 这个部分上面 你可能必须要要求 如果你有修改等等 基本上就是一事两份 因为有些人不知道 为什么他一份 就给人家拿走了 所以这个大概是一些部分 可是我觉得终于 回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建商这个事情 建商过去盖的品质 跟他在业界的形式的风格 跟他接下来陆续 要推多少案子 这些东西 他都是环环相扣的 如果说他今天盖一案 他就要闪了 好 那这样子的建商 你自己就想办 当然就不要买 对啊 我们开汽车公司 但是我们只坐一台车子 然后没有再坐了 这种车你敢买吗 就掰了 零件你都买不到 所以这个我们的观察是说 你可以就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部分 你可以来去做一个确认 Tim 你有听过什么 就是买房被诈骗过的案例 或是你自己有没有遇到 其实基本上就是买预售屋 最麻烦的就是建商品牌不好 像这一次大家比较大型的事件 这种天坑或者是像建筑倒塌的事件 其实消费者是很可怜的 因为现在目前预售屋的契约上面 其实他是没有办法保护消费者的 就等于是建设公司 其实他如果能够如期交屋 然后甚至是他后面有如期 把这个房子盖起来 你还是没有办法跟他求偿 所以这也是预售屋 为什么我们一直说 就是要看建设公司品牌之外 还是需要看一下营造公司的品牌 因为这一次基带大致这个事件 建设公司很大 大家都知道他是上市公司 然后他又几十年的历史 怎么会出事呢 其实癥结点就是在那一个 他的营造厂 是一个没有听过的营造厂 他过去也没有承拦过这种 大型的建安的经验 导致这一次的坍塌的意外 了解 那我们回来看一下 就是说 你知道很多人一辈子买不起房 但是有些人买了房 他不住 为什么 我买了房 但我不住 我不住我干嘛 我去住 我去租另外一个房子 他可能因为离我公司近 然后我在老房子租出去 赚价差 那到底买房是不是好的投资 我们曹新晨曹董说 我们说买房 我五十岁以前 我没有买过房子 年轻人买房会被套牢 当然这个观念 我们大家是非常值得背头的 因为很多人认为 我很年轻 我就买房 我年轻就拥有房 然后我的房子会涨价 会增值 然后我赚了一笔钱 但是有些人觉得什么 我如果二十五岁好 重视家里资源 我买房 我这个房贷要缴三十年 现在台湾的房价 可以缴到四十年 我这辈子就是为了 这间房子而做 我二十五岁买房 我缴了四十年的房贷 我六十五岁退休那一天 我人生最大的成就 不是交的女朋友 不是结婚 而是我终于把房贷缴完了 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叫做买房 是最差的投资 动脑子菜上话 绝对快问快答 那买房子呢 菜上话可没有快刀斩乱嘛 北漂的他 在台北租了整整十年的房子 2020年才在松江南京站附近 咬牙花1400万 买了16平的小套房 他人生的第一栋房子 2022年底又搬到了新一区落脚 为什么会下定决心 从房客变成扛房贷的房子主人 租屋市场一直都是 供不应求的状态 所以后来就会觉得到 有很多的房子 他可能都没有那样的一个价值 或者是就是地点也很还好 但是都是很高的租金 然后通常我都觉得 我好像付这些房租 都是在帮房东养他的房子 我觉得年轻人 当你可能存到了足够的投期款 然后当这个房贷压力 并不是这么重 你可能可以拚一下 就可以尝试买房 因为其实我觉得 自己有房贷 然后你可能也会逼迫自己储蓄 冤大头 冤大头对 那年轻人扛房贷 是冤大头还是有砖头呢 有人倒是很担心了 连电创办人曹新成说 自己50岁以前都没有房子 年轻人不是非得买房 被套牢当20年房奴过一生 买房子是最差劲的理财 应该要投资自己的能力 改变薪资 不是能力不好 又要抱怨薪水低 但是有网友反击曹新成了 认为一直租房子 帮房东付房贷 才是最糟糕的理财 该不该买房子 谁说的算 又该怎么算呢 如果未来质疑是相对比较稳定的 或许早点买房是一个比较理想的选择 那如果说是面对多头的趋势来说的话 那确实可能早点入手 那未来在购物上面压力比较不会那么大 而且随着房价往上走 租金也有可能持续往上 那这个的话都会是 在一开始去做决定的时候 可能没有想到的 过去我们有所谓的333法则 收入三分付房贷 三分存起来 三分用在生活开销 不过三分存起来 似乎是梦里才有了 房价实在涨得太高 以台北市房贷贷率高达67% 超过三分比例的一倍 只能安慰自己 付房贷是强迫储蓄 钱没有不见 只是变成自己喜欢的房子 年轻人到底该不该买房 有个说法是 如果是租房 平均一年会多老2.8周 我觉得这个很奇怪 这到底怎么算出来的 但是不管我们今天现场 有三位房产的来宾 房产的专家 所以我们希望他们 给大家一个理由就好 就是租房还是买房 你的建议是什么 给大家一个理由就好 房子是来住的 所以你要住的话就买 然后有钱就买 没钱就租 就这么简单 不要看别人开病室很爽 因为别人开病室 可能是二手病室 或是借钱来的 有钱就买 C300加油加300 对啊差不多 很多都是这样子啊 对啊 所以你就不要去说 我们应该买个房子赚钱 其实真的我认同 曹青城的那一句话的一部分 就是你把钱来去投资 房子赚是最笨的投资 因为你要想 你10年前 你把300万拿去丢台积电 现在多少 你怎么不买比特币 我怎么知道台积电会长成这样子 我告诉你 20年前买比特币 20年前买比特币 你这一间摄影棚都可以买下去 是啊 是 你如果说 但是我怎么知道 没有 我怎么知道 因为如果说你认孔 因为通常大家买投资商品 都是找那种会赚的 是 那会赚就是高风险 对 你这种词是20年前买中钢 现在配股配息下来也是 它的获利也比房地产好 那我们讲房地产 房地产会赚钱呢 变支出变赚钱 到现在10年内 还是有很多房子 是价格跟10年前一模一样 不管是林口或新装 都有这种没赚钱的 然后越卖越便宜的 所以你不要以为房 还有板桥也是 所以不要以为买房子一定赚 没有这回事 我现在要用房仲讲那句话 你不要听死卫的 我一讲死卫乱讲 来来来 我们听一下 佳心佳心你怎么说 租房买房给大家一个理由 我觉得看个性 看个性跟看能力 因为我有朋友 他已经50几岁还在租房 但是他没差 为什么呢 因为他租房他租豪宅 然后他就是 他天生放荡 不积爱自由 不是 因为他就跟我说 他一个月花20万租豪宅 可是他如果要住这个豪宅的话 他一个月要付房贷 要付50万 但是因为他住在豪宅里面 认识大老板 他做投资很有效率 所以像这样子 他有练过的人 是 就去 要租 因为你资金要可以运用 但是如果说 像我们一般上班族 我们也不会特别 好好投资 一般的小白 对 你就强迫储蓄 对不对 而且本来个性不好的 有了房贷之后 老板叫我们干嘛就干嘛 然后上班再也不会迟到了 就变社畜了 对 没有我们一直都是社畜的 对 这个我觉得就是看个人的取舍 因为有时候你为了一间房子 人家说社会磨平的我的脸角 不是 是贷款磨平的脸角 年轻的时候接电话 喂 冲啥 不好意思 怎么了吗 是的 好 投资有什么机器 OK 那我们说Tim 给我们一个理由 要买房还是租房 我觉得买房跟租房 其实没有对跟错 就是看自己的需求 对 那其实我觉得 当台北人还蛮辛苦的 尤其是最近有一个新的统计 就是房贷负担率 台北市民光是月收入 就他们的 占他们的房贷就七成了 就代表说他 一个家庭的支出 有七成都在缴房贷 其实这样就没有生活品质 就不太需要买 因为这样就会压垮你自己 所以建议还是控制在 你月收入了三分之一 到二分之一 真的是很紧 就二分之一 但是我建议还是三分之一 会比较保险 在台北市 你要买一间像样的房子 或者是说我们说住的 你会觉得舒服的房子 其实五千万并不夸张 五千万两成的投契款 也就是一千万 他要存333个月 他才可以去缴这笔钱 也因此他买房子的时候 大概已经55岁了 那55岁 他又缴了40年的贷款 就是95岁 才能把那一间房子的贷款 给缴完 姑且先不论银行 到底要不要贷给你 你去想象这个画面 所以当他往生之后 他的房子交给他儿子 他的贷款也交给他儿子 这就是传说中的 传宗接代 代代相传 台北市住宅区大楼林立 房价寸土寸金 能够买得起的民众少之又少 以台北平均建估值 2905万事算 如果搭配40年贷款的 辛勤安贷 就算扣掉两成的投契款 每月房贷也高达7万 六都房价更是屡创新高 买房子的房贷 大概是落在这个 总月收入的 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 是比较安全 负担比较不会那么沉重的 一个水位 平均性是在4.5万来看的话 确实可能这种收入状况 是没有办法负担 双北地区的这个房价 2023年数据统计 首都台北市 如果以三分之一月薪作为房贷 建议月收入高达21万 最便宜的台南市 房价也要949万 建议月收入6.6万 换算下来 六都负担房贷建议的月收入 全都高于全台平均薪资 市有点高啦 对啊 买远一点的吧 如果是这样 台北应该是不用笑想了 21万达到感觉40岁 40岁才有机会吗 如果说我们以这个 1000万的房贷来去试算的情况之下呢 目前如果你没有办法使用新清安 你大概拿到的房贷利率 可能都来到2到2.5% 像是30年来去做计算 你大概每个月就要缴到 3万5到4万左右 想买个舒适窝 担子却有千斤重 只能先从市郊或屋林较高 贫书较小的中国屋下手 与现实折中 家中顶楼就能欣赏到 日本著名地标风景 这恐怕是不少任心中 对家的梦想地 YouTuberJoeman在频道上开箱 他在日本东京狗埋的透天措 也大方公开入手价格 公布答案 日币6500万 那个时候的汇率 折合台币大概1500万 祖梦踏死 我觉得这是很多台湾人的梦想 就是他已经放弃在台湾买房了 整栋房子三层楼 建物面积25平 Joeman打手笔砸钱 室内外装饰花了不少心思 他也在Instagram上表示 除了自住 未来还想用来做民宿 是会蛮建议台湾人 带日本资产的话 不要去买改装的东西 因为最后脱手 还是要买给日本人 因为像多数的日本房子 就只有一套卫浴 那也不建议去改成两套 因为日本人不是那么喜欢两套 而外国人到日本买房 贷款利率落在2.1%到2.6% 比台湾的相对高一些 若是买公寓大楼 还有管理修缮费用 以及房屋相关税金得支付 到国外投资制产欠 还是得了解当地情况 免得砸大钱 却吃了门亏 以前台湾传统社会 因为人与人的关系 非常的紧密 我们都知道你在干嘛的 所以都会找增头里面 土水头的 所谓土水仙的 来帮你弄房子 那建筑的房子 这个所谓的师傅 基本上分成几个正机 第一流的师傅 是起床的 因为它是盖给神明柱的 它要分毫不差 那第二层的呢 也是现在算很棒的 叫做米歇拉塞符 就是你自己买地 自己要盖房子 请尼座师傅来做的 那叫米歇拉塞符 第三层的 叫做幻处塞符 也就是你看到以前那种乡下 一整排的城屋那一种 那第四层的 就是现在所谓的大楼的师傅 那有没有再下去呢 有 改公共政策 这个公共政策的建案的 那种就严肃的贵拉 没得到就好了 当然这都是以前的事情啦 台湾虽然社会的进步 但是我们的房贷压力越来越大 到底是卖房还是租房 当然看个人的能力 但是我认为房子是用来住的 不是用来炒的 这件事情政府 你必须得想办法 女士战国背头 我们明天见 谢谢 拜拜